木回长 多利木对于一个女拔木的一个理解 越来越高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建会上 仅存的一个女拔 就是一个多利木的一个女拔 所以的话 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手 魏虹风的一个大方 比较擅长于轻对面的一个宝宝 就像这样 一把剑身 没有剑身掉 对面的一个幽灵 观察光的一个轻宝宝的一个速度 一定要大于对面的一个速度 观察光的一个状态非常不好 对面一直在压观察光 对象光现在是吧 宝宝也不招了 就是用这个月灵去瞄你 你怎么搞 对象光继续拉 有观察光中了一手小鼠咒 是吧 打对面会反弹一定量的一个血量 很难受 对象光的话 也是拉出了第一条蛇 在这个模式中啊 我个人认为这个女把是 相对于那种普通 普通的一个单挑模式 是被削弱了 你招蛇的话 一般拉出两条蛇 是吧 一般就稳赢的一个决赛 在这上面 是吧 可以招这么多的一个宝宝 那么拉蛇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面的一个蛇 一下子把观察方的一个 雷鸟是蝉飞 观察方也开始起龙龟 观察方的一个好处 宝宝都是带这种仿房子 这样的话 对象方的一个秒是吧 秒子并不是很疼 这把的话 对于观察方 确实是一场硬仗要打 你看 这个时候对面拉出来的一个蛇 被观察方的一个 后排宝宝给控制住了 观察方的一个形式很不好呀 对面的一个单位太多 而观察方现在轻又轻不掉 你看这样的话 对面的一个输出神器是吧 这个大蛇直接是被观察方牢牢的给控制住了 对象方继续秒 对象方的话就应该反手为攻是吧 一直就是消耗这个怨灵 使劲秒就行了呀 持续的给观察方压力 千万不要和观察方拉扯是吧 你拉扯的越久 对你其实是越不利的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蛇狼又被脑飞 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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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